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 溪流汇成江河湖海 沿层堆叠 大地仍在生长 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 星空下最丰饶的水 气候因它而改变 生命被它所重塑 让我们重新出发 跟随万千生命 深入高山 溯源江河 穿越四季 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 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 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根沙漠的样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塔克拉玛根沙漠 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 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 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 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 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西 天山 它全长两千五百千米 平均海拔四千米 把绝大部分 来自大西洋的水汽 都给截住了 天山以南一千多千米 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 平均海拔超过五千五百米的昆仑山 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 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 把塔克拉玛根紧紧地包了起来 在它们的阻隔下 中间的盆地 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 三十三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 就在这里连绵不断 任性生长 进入三月 太阳的运行轨迹 重返北半球 风沙季开始了 沙尘被卷起 移动 形成总面积超过二十八万平方千米 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 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 赋予了沙海 喜怒无常的个性 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 每一次的遇见 都注定 无比新奇 但是 就在沙漠的最深处 却仍有居民常住 泥沙沉寂而成的沙岩上 散布着风化的孔洞 洞穴的主人 新疆岩溪体长近十五厘米 浑身覆满林甲 沙岩雕饰的堡垒 不仅可以藏身 还有高速通道 可自由通行 沙岩雕饰的堡垒 沙岩雕饰的味道 异草 非常异的 沙岩雕饰了 示娃 你 各种 又 我们 误会 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 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 雪水注入沟谷 向北汇入沙漠中的河田河 事实上除了河田河 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 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 只有河田河足够强大 成功纵贯大漠 来到这里 静心观察 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 宝贯大漠 人满傘 ards 。。次 雨 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每当太阳升起 气温就会迅速回升 在烈日的炙烤下 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 躲在树荫下的芸茜 不得不张开大阻努力保持清醒 烈日下 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 机会来了 饱餐之后 守住带兔的芸茜 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 从三月起 这里有近六个月时间 都会被阳沙和浮沉所笼罩 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 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 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 学名叫白尾地鸭 全球只有四种地鸭 都生活在中亚 而白尾地鸭 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 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雨色 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 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渐将 反复确认后 它们终于见面了 这是它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 它们需要轮流担负起逆时的责任 给复旦的爱人喂食 虽然已经入春 但在沙漠腹地 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 每当风沙暂停 白尾地鸭还会抓紧时间 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鲨鱼 紧接着 就是最终极的考验 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 为家人变出美食 它好像有了收获 此刻 它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 它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 而且还不止一只 每当夕阳西下 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 非常冷 不过 它们的鸟巢 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 很厚很暖和 即便气温跌至冰点 也很难被冻伤 进入五月 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 历经长途跋涉 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 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 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 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 飘入沙漠 形成降雨 在沙海中 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 犹如彩断 滑美而壮丽 在年均降雨不足一百毫米的塔克拉玛干 这样的红色沙漠 非常罕见 在沙漠腹地 白尾地压的雏鸟 已基本长成 这是它们离开鸟巢 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 在父母的呼唤下 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 这是三只小鸟中 胆子最大的一个 紧接着 白尾地压夫妇 又返回鸟巢 继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 还剩最后一只 小地鸭还在犹豫 爸爸再次做出示范 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 小地鸭终于挣扎着 钻出了树叉 未来的路还很长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 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 还得学会 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 神奇魔法 在沙漠腹地横跟着一条 东西向的独特山脉 它红白相间 北面 北面泛着白光的 是白云岩 南面的主体 则是由耀眼的赫红沙岩构成 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 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 从大漠的最西端 静直向东 横穿沙漠 绵延九十多千米 独自担起了 南北两侧的 广袤沙海 最后 与发源于昆仑山的河田河 垂直相接 戛然而止 它的存在 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 还为沿岸绿洲 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 河田河 就在它的保护下 继续向北 纵贯大漠 汇入大漠北部的 塔里墓河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 就坐落在 长河的沿岸 每年十月 这座面积高达 一千三百二十平方千米的森林 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 迎着大漠 献出最绚烂的秋色 每到这时 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 这是他们在沙漠边缘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 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路 塔里墓马路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路 广袤的胡杨林 就是他们最好的藏身处 公路的身高可达两米 常常独来独往 特立独行 未成年的小鹿 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 在森林中四处游走 嬉戏 这一天 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渠 赤湖才是这里的主人 这是他的领地 马路的个头太大 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 强烈的领地意识 通常都会驱使主人 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 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 经过慎重评估 赤湖行动了 赤湖行动了 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 就有可能把马路吓跑 他避开鹿群的目光 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 竟悄然化解 冬天就要到了 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 行动开始 炉瓷 灰鹤 还有红颜 陆续出发 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大漠的东南端 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 一动的沙海 仿佛被芦苇困住 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 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 特别是深秋 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 可以冲击 有些南迁的候鸟 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 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 为照顾同伴 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 献了出去 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路的彻尔城河 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 一千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 此后 移动的沙漠 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十一块 形成五百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 今天 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 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 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 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 它的未来 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